就是先表达一下对老师的感恩之情 就是在不断的历练当中 也知道您说的不能有偶像崇拜 那我就是每次见到您回来的时候 其实可能您也没有变 但是每次见到您的时候 我觉得一次比一次还要更感动 所以非常感恩老师您的心情付出 那也是因为你有在成长 你没有在成长你就感受不到 或是不会感动 你退步的话你就会甚至还会起反感 你脱队掉队的话 因为你看不到也看不懂 没有跟上来脱队掉队 那就会起反感 OK 好 谢谢 还是有很多习性要进化 好 那请教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今天咱们在讲到第九章工程生退里面 有一个是小孩子他在追逐泡沫的时候 他抓到了 他也会觉得很开心 当他破了他也会觉得没关系 然后他可以玩的时候也很快乐 当他不可以玩的时候 他也很洒脱 不会去挂癌 没有得失心 那想要请教老师 我们如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面对诸多的人事物的时候 如何能够逐步的做到 能提能放 心无挂癌 感恩老师 我在课程里面已经讲出这些重要的原则精神 那是你要进一步去体会 我在日常生活中 我怎么去体悟 怎么去应用 这是自己要举一反三 深入去体悟 不是我一一的在告诉你答案 所以你要深入去消化的 就是那些深意内容 那含义很深 那你怎样深入去体会 然后怎样在立元对境中 能够来到玩意志游戏 而不执着 但玩意志游戏 玩意志游戏 绝对不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放纵 放任 绝对不是 我讲的是意志 要有益于我们 心灵跟智慧的成长 这个是要去消化 要去消化 OK 我告诉你的话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精神原则 怎么样去举一反三 这个要去 自己要去深入体悟 OK 就是再多吃点苦吗 也是要 但是要用心去体悟 要用心去体悟 人一般都是得失心很重 这都是因为强化那个自我意识 得失心重 所以要学会玩意志游戏 但绝对不负责任 不是那些 要爱护我们的生命 也要爱护每个人 然后透视 当然你要能够真正玩意志游戏 你必须要有智慧 要透视生命的实相 透视万物的实相 就像包括金钱 也是一样 你去赚钱 你要了解金钱的定位 你要透视它 你要了解金钱 它的定位在哪里 它的功效是什么 如果你不了解金钱的定位 不了解金钱 它的功效 它的利与弊 不清不楚的话 你的生命是 被金钱所赚走 你以为你去赚钱 事实上 当你不能够透视它 不知道它只是一个 世间人在玩游戏的一个工具 如果你不知道它只是一个工具的话 你就会被它所迷惑 所迷惑 渐渐就成为奴隶 成为金钱的奴隶